中国人不要生气我爱你们 白哥爱你们 真的 瑞仙 快点把这个完成 今天下午要做作业 对 要交作业了 看到没 这个要做七小板 对 每周都要交作业 你不交作业怎么办 老师要检查 你现在放暑假 对不对 我做什么了 好好你做吧做吧 你为啥要重新 你画错了 因为我在看他写作业 今天要交作业 每一周 要把作业 传到班级群里面 老师要批改 不喜欢作业了 那也在做呀 在中国就要好好学习 天天相上 是不是对不起 不过现在对不起已经很乖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中国孩子租名 中国孩子租名 对对 丽娜睡了觉了 是的 爸爸看他 我想给你看 你知道这个文化吗 知道 知道吗 对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他老公以前聊过天 很早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他大概40多万粉丝 然后我们就聊了几句 因为当时他问一些就外国人怎么在抖音直播 然后后面我们就没有再说过话了 我跟他老公给说话 但是我一次没没给他说话 没给你说 哦 怎么了 嗯 你可以看视频 我不知道看 你看没看 我没看 没看 嗯 什么视频 怎么了 咱们来洛阳 来洛阳 嗯 对 那个 那个 说他们刚出去的 什么意思 酒店 酒店 他们来洛阳 他们来洛阳要找地方住 对不对 找一个酒店 嗯 那个人说了 以前说了 可以住 以后他们来 他们 以后他们说不能住 但是那个人对他们特别好 他们说 呃 我们可以开车 可以送你别的 酒店 嗯 在这外根不能住 我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跟对象 我们是外根 我们去 这个确实是有点麻烦 我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去北京上海 包括 湖州 杭州住酒店 要找一些有社外资质的酒店 才能住 对对对对 但是 你的亲戚也是外根 你知道 我早都知道 你什么 十 十几年前我都知道 呃 十岁 你十年了知道 对对对 十年多已经知道 好 但是 行行行 那个 我先说 我 我先看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看不懂 我看道理怎么回事 杜新 你先做作业好不好 好 爸爸去看一下视频 好好做啊 嗯 做完了你叫我要给你上传 知道吧 你要帮忙 好 没事挺好 挺好 这个视频我看了两遍 仔仔细看两遍 后续这个卡家他们也发了道歉视频 但是我作为河南洛阳人啊 我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是我们属于拍视频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流量的那他们肯定也是需要流量 所以说他们的错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标题乌克兰洋媳妇到达洛阳被赶出酒店我仔细看了他们刚开始是住酒店之前确实打电话跟酒店问了就是说是有没有这个涉外啊因为他们也了解啊因为你娶外国媳妇你肯定要到处跑你这几年你肯定会知道就在中国有些酒店啊是不能接待外国人啊我们如果去别的爱情 我们一直你给他电话问他们可以不可以外国人住以后不可以OK我们可以找别的地方 因为我跟娜娜的话去年的话一直在呃外地直播带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品牌方的问题因为我每次跟品牌方说定酒店品牌方啊呃就会帮我们去订了但是品牌方可能有些人失误啊定了不是有设备资质的有一次晚上凌晨一点我记不记得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换酒店我们其实这个我们也很心也很不舒服啊很累啊很累但是我觉得就是 啊你可以可以发可以抱怨但是这个标题确实你这一点的话做的不对但是话说回来有一些网友开始网报啊就是说是啊乌克兰人滚回乌克兰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老婆也是乌克兰人我作为洛阳人啊我老婆也是乌克兰人我心里肯定感觉也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大家不要再去过度了去争吵这个而且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 对这个很敏感因为就是中国大家知道了就是现在呃对外国人就是开放144小时的免签6天之前是北京上海大城市一线城市口岸放开现在郑州嗯上个星期好像是前5天是前6天河南整个是对外国人去开放6天6天对啊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特别好因为外国人可以来中国利用不要签上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真的 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外国人啊也是博主就是结队成群结队来中国去打卡在外网涨粉丝嗯卡家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标题啊因为他抖音他现在标题已经改了其他平台的话他还没有改然后我给你的建议啊因为我跟你老公认识啊就是我建议的话你最好是把那个标题跟封面去换一下啊 啊你的视频不想下架没有问题对那个标题呃对他们特别好他们好多车数得出去对对对对说到这个重点就是其实酒店刚开始有错误我站我认同你但是后面酒店诚恳的态度也拿出来了给你道歉说非常抱歉说呃开车带你去别的酒店然后你们是婉拒了啊你们说可能就是说是啊我们有自己有车吗自驾游也就是有自己的车就不需要了 后面吐槽其实是可以但是可能就是卡家你就是哭了或者怎么样受委屈我知道啊你说作为外国老婆都很心疼老公去花这个钱但是没办法这是中国的法律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对你是外个人在中国你你不是嗯哎呀怎么说我就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尊重中国法律因为我们是外个人我们在这 我们在中国安全我们的生活很好中国人对外国人特别特别好我的中国人特别特别不好但是呃人听懂我想给我说话都一直对我好一直对我好我我小孩子他是洛阳人我在洛阳住好多年三年多马上四年还有一天我在郡州工作 还有我以前在乌西西宁还有别的很多地方我我我其实说是洛阳嗯他是一个就是十三朝古都有很多外国人来旅游我以前学习法语的我原来当导游的话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就对我们河南包括对我们洛阳啊就是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他是一个啊文化古都啊然后的话这件事的话我其实 可能大家认为我在蹭楼江无所谓啊因为我是洛阳人我老婆是乌克兰人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对我的小女儿啊出生在中国出生在河南洛阳她也是洛阳人了我一定要说出来这个事我特别爱洛阳为什么因为我在这儿住特别舒服我现在许了该车我的楼市对我特别好我以前在医院住我有哪个问题啊蓝尾炎手术对呃医生特别好我以前在医院住我有哪个问题啊蓝尾炎手术对呃医生特别好 没钱来没钱走上来问我好懂医生来问我其实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个礼仪之邦对外国人特别特别友好真的真的就是说你对你友好的话情况下就比如说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犯错误大家互相理解就不要就是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去发在网上让它发酵其实这样是对这个我们整个呃就是一个对立就是因为乌克兰人 中国人啊中国人最后他们两个之间对立而且的话我再跟凯加解释一下我们洛阳啊虽然是一个古都十三朝古都但是它是有一些敏感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军事的东西在所以说我们在中在洛阳啊就是有三个县宜阳县阮川县还有一个松县这三个地方是不准外国人进去的对尤其是一个老军山这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外国人是不能进来这个没办法所以就说我 我们洛阳其实对外国人已经是非常友好不是光洛阳酒店需要外国人对这个资质啊就是有室外资质才能才能住是整个全中国对啊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就是说我希望就网友的话也不要去攻击卡家这个他们的账号我看评论特别多我刚才看了发了一些评论就是说他什么这个护照过期其实我看他那个签证确实是没有过期 应该是2025年的而且他话说他是可能无照驾驶这个其实大家也是对外国人一个误解因为那现在正在学开车啊这个在在中国外国人是可以学开车其实现在我们中国慢慢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就让外国人能在中国生活的更便利很方便真的真的是就以前在洛阳的话我们洛阳是个三线城市外国人是不能学驾照的而且用国际驾照在中国 很多是不能开的但是现在他们那那学驾照考完课谜再考课模再学课模对马上课玩所以说我希望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能圆满结束啊就是卡家我还是给你提一点就是你跟你老公说吧因为就是能把那个就是标题改一下或者是你因为你照片视频也发了我也看了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不买账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互相攻击好不好我我也只能说到这好不好 我想说中国人不要生气我爱你们白个人爱你们真的罗阳加油河南加油中国加油谢谢你们拜拜还有最后就是如果卡家你们看到我发这个视频如果让你们心里不舒服啊我提前告诉你们就是抱歉但是我我要发出来不发出来我心里难受好吧好拜拜 bease 记得点赞关注哦